大家早晨 今早想跟大家說什麼呢 開始說一輯 鳳凰望財經在早幾天 一篇報導說 努力士 有些款式 暴跌了七十萬 再加上也有說 有些手錶箱 因為 都入了一堆貨 都蝕了整個百萬 其實這些新聞 我們一直 如果有跟開我們頻道 一直這段時間 我們都有說過 因為我們也有接觸一些行家 也有相同的遭遇 還有 都跟大家說 這些所謂的炒價 是一直一直在 所謂崩盤 一直在下滑 而且還會繼續 還會繼續跌的 我在這段影片的下面 都會放我們之前 和大家拍的一些影片 關於崩盤和炒標 會繼續跌的一些影片 一些分析 包括一些有數據支持的分析 給大家重溫 如果有些人 還是堅利地地相信 這個只是一個短暫性的事情 麻煩去再重溫 看那些影片 OK 基本上我們覺得 這個 又說回鳳凰網這篇 財經的報導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 所有大牌子 最熱門的款 包括 包括Low的Deytona PP的5711 AP的Roy Oak 全部 全部 沒有一行面 全部 跌到七彩 從他們最高峰 的時候 從他們最高峰 也會繼續跌 有些人 甚至乎 最近 我都看到 有些人 在這裏出片說 是時候入 或者是哪些款 抵入 有些人 甚至乎 用美女 去 跟大家說 哪些現在抵入 這樣那樣 大家要知道 手錶 其實就不是 一個 投資工具 因為投資 是要有回報 好像你投資股票 就算跌 都會派息 如果 投資 一間房地產 就算你不住 你租出去 都可以收租 一隻手錶 完全沒有 這方面的回報 你純粹買到一隻手錶 是駁去炒 炒價 炒起 之後 想賣出去 去獲利 所以 它是沒有一個 它基本上 我們都不列 它是為一個 投資的工具 純粹都是一個 投機 它不是一個 investment 它基本上 是一個 speculation 一個 賭博 的一件事 所以 如果 有人跟你說 現在匯了多少錢 抵入 會升 大家 要非常小心 非常清晰 也不要 堅利地 堅利地 意思就是說 別人說 你又相信 我們都已經說過了 外圍 外圍 所有的事情 這麼惡劣 也都是 剛剛開始的 憑什麼 覺得 現在 跌了一大 就底 真是 真是 很好笑 加上 有些人 有些人 還嗚嗚嗚嗚 跟你說 沒事啊 你看 一樣 正在開分店 還找了一些明星 所謂的明星 去跟大家說 這些 炒標 還是 抵玩的 或者是 很有信心的 我們 還很有信心的 真是 信氣一成都死 現在 我們覺得 基本上 炒標 這件事 應該 會繼續 繼續 爆煲 大家 看著 我們今天 都不是今天 開始說 這件事 OK 又 引用 華哥 說過 一些東西 就是說 一隻手錶 如果原價 賣給你 都賺死 那 又何必 給多 一元的炒價 去買一隻手錶 如果不買那隻炒標 亦都有很多很多選擇 如果有 登開我們頻道 這一年 都見到我們 推廣很多 不同種類的手錶 不同牌子 基本上 是有很多很多選擇 就不需要去追 那些炒標 或者是去 其實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所以 買那些 你覺得 所有人都追捧的炒標 是 純粹因為 你自己 都沒有什麼自信 沒有什麼概念 所以 就才會 想借用那些標 來 給人看 你多懂 其實 在我們眼中 你多不懂 所以 我們一直都主張 戴手錶 戴出自己的風格 自己的 味道 就 就好像 我這個頻道的宗旨 大家可以看 基本上 我們是不跟著潮流的 我們是 會創造自己的潮流 我們都 證實了 給大家看 我們如果是 團結 一致 去一齊 去玩 一隻手錶 一個品牌 或者一個 款式 我們一樣可以 帶出一個 自己的潮流 那 這件事 好玩很多 全部都是 在我們掌握中 而不是在 別人的掌握中 而我們 推介的標 亦都 大家如果留意到 很多 基本上 會有折 不會說 超供價 超供價 我就 沒有推介過 如果 有些 有些行家 可能介紹 某些款式 是超供價 那些純粹有時候 一次半次 純粹是 給大家 知道 有這些款式 有多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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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原來 今早 也看到彩虹 不過 又是 若隱若然 在雲層 大家 看到嗎 連續兩天 看到彩虹 很棒 這兩天 這片天 充滿藝術味道 我很喜歡 這些 大家都知道 我都 挺喜歡 畫畫的 畫畫 自己亂畫 所以 我對一些 很有 很有 美感的畫面 或者是 一些很漂亮的畫面 我會 停下來 去 欣賞 那 我 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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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手錶絕配 手錶絕配 跟大家玩 拿兩隻 左手帶一隻 右手帶一隻 盡量配出一個自己的主題 可能是顏色 可能是 材質 可能是功能 可能是牌子 可能是 形狀 或者是一些設計概念 大家用自己的想像力 和創意 去找出自己擁有的兩隻錶 覺得是一個 應該是你暫時收藏裡面的絕配 之後就兩隻手放在空前 拍一張照片 兩隻手放在空前 哪有第三隻手來拍照呢? 當然要叫人跟你拍 叫人跟你拍 可能跟你拍的人都很好奇 喂 你搞什麼? 一個人戴兩隻錶 一個人戴兩隻錶 有什麼問題呢? 一個人有兩隻手 是不是? 我有這麼多錶 什麼時候戴得完呢? 其實呢 在外國呢 其實都有些 潮流 開始流行 帶兩隻錶 當然不是說 要跟那個潮流 不過我們覺得 哎 都挺有趣的 一個人戴兩隻錶 都嘗試一下 看看 大家有沒有興趣 不過 就算你不是一隻手 帶兩隻錶 拍一張照片都無懷 做過幾年 做過六年 好像我們現在 每次一見面都 兩隻手 或者幾隻手 一起拍 拍大家手上的錶 那些相片一樣 現在呢 就是一個人 左右手都戴著一隻錶 盡量配出一對絕配 那我現在都很期望 看看大家呢 有些什麼 潔作 如果 我都知道 有很多朋友 已經有我的聯絡 或者是有 一些方法 是傳你們的相片給我 之前我也搞過 攝影比賽之類的 那你如果有空 或者是心血來潮 都可以 拍一張相片 傳給我 之後等我 等我呢 如果我有十張八張相片 我就會出一條片 出一條片 給大家 一起去欣賞 去評論 或者去評價 哪張相片 或者什麼錶 那我覺得都 挺好玩的 那我就等大家 希望大家都支持 支持一下 都參與一下 就算你有兩隻便錶 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這兩隻便錶 是可以 配襯得 有自己的一個主題 我覺得都不妨的 都可以發送給我的 OK 今早的香港早晨 就說到這裏 拜拜 OK 最後補充一句 那兩隻錶 左右手 是要放在空前 去拍照 而不是一隻手 拿著兩隻錶 去拍一張相片 我是想 那張相片 那張相片 會一致一點 一致一點 是放在空前 去拍的 我覺得是比較有美感 比起一隻手 拿著兩隻錶 就這樣 只拍 OK 希望大家可以配合一下 OK 拜拜 拜拜